5月7日李克勤与车树梅一同出席第四届香港杰出一公奖活动 今日李克勤身穿明黄色上音现身 手指鲜花献与观众 近来传闻有望首个四大唱片公司的歌手 能够破冰亮相无限 克勤听后表示否认 他声自己只是黄金唱片的一名员工 会跟着大部队的步伐走 没有 我没有听过 我还是从杂志上面看到 其实我自己本身对这个 这个方向其实不太清楚 因为一级来 我觉得我是环球参门线其中一个员工 然后我都是跟大队一起的 所以我说还是在等消息 另外对于欧赛杯门票炒至万元一张 身为超级穷迷的贺勤 只是归岛离谱 他表示想在下解世界杯时 跟家人一起去观看 但是我希望下一届的世界杯 能够去因为能够跟我爸爸一起 跟我的儿子一起 然后一家男人一起去 但是很怕那个时候的 的玩票 不知道会归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我现在已经是在那儿子里面 你怎么回事 我没有听说 我没听说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没听说